我见到姐姐和阿姨们 这个地方可以点一个关注 这地方可以点一个关注 这点一个加号 这点一个加号之后 马上到时候生宝宝了之后 到时候给 当我们一个忙给宝宝裙子 这个责任就交给大家了 谢谢关注 我在这个抖音上没有卖东西阿姨们 就是你们可能看到过我的一些小号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有一个号叫做吉年延新 然后那个号里面 我关注的有9个号是我的直播回放 那个就是直播回放上 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 那个就是我本人 怎么去区分 我可以教大家直播间的家们 这个就是我的号 这个就看到没有 吉年延新 然后这点进去这个关注 我关注的这些 这些是我本人的 但是那个 你们看那个签名就看得到 家们 看签名 你这直播回放 我是为了做 为什么要有这个直播回放 就是因为 比如说我昨天才给大家说这个 比如说 这个 黄巴好吃 然后我说完了之后 第二天又有人说 没有来的再来一次 第三天又有人叫我说黄巴好吃 但是我不会天天在线 我就把它做成我的直播回放了 你 你的什么呀 我看直播间 家们 你情深不是一般的高 很懂事 我情深高吗 我情深一点都不高 家们 我那时候我都 刚才我直播间这么多人 我姓傻 我是少数民族 然后我的 我是乙族 我的姓氏里面 我是 是乙族 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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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不 但是 就是少数民族 所以的话 我希望 你们关注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分享我家乡过年过节这些 快点你过来一下 他们叫我去洗手 你跟他们聊一下 怎么了 蛤 怎么了 他们有强迫症 他们说我摸了这个鸡蛋 他们就让我去洗手 你知道这个鸡蛋 这是我朋友买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让你去洗手吗 因为它太原始了 你闻一下 还有一个家乡的味道 真的 你舍不得吃 你要把它给收拾起来 我这个吼得很 吼得很 晚上好 晚上好 他们 就是 你先和他们聊着 我真的 我去洗手了 不然 他们要说我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刚刚和今天去逛了街 逛了街 逛了一会就回来了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哎呀 我的天呀 这么多人 哇 太热情了吧大家 好久没开过直播了 这么多人 对呀 好多人呀 我昨天买的那个还可不可以喝呀 是不是全都想想几年了 他们想你了 是不是大家都想几年了呀 我的天 这么多人还在 哇 我一过来直接长了三千个人了呀 两千多个人了 那个可以喝吗 那个昨天买的 我的天 这么多人 拿一下 我看一下 就这个 这个 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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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椰子呀 我昨天买的 你这个椰子 你昨天买的 昨天买的 应该也可以喝呀 我又没打开 那它是不是新鲜的 我看呀 我又没打开 没打开那能喝 我的天 这么多人家们 你们是想我了 还是想几年了 直接直播间就一万 抖音一个月都没开直播了 直接一万七千个人了 马上两万个人了 我的天 大家太热情了 晚上好 晚上好 对 哎呀有太多的话想跟大家说了哈 太多太多的话想跟大家聊了 因为你们知道啊 现在真的也是一个特殊时期 对吧 有太多的话想和大家分享呢 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你们想知道啥 真的太开心了 因为现在的话也是一个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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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开心的日子 特别特别重要的日子 对吧 因为我们的小吉年 他现在的肚肚越来越大了 一天一天的大起来了 嗯 想听啊想听啊 这么多人想听 他们你们都想知道吉年怀的男孩女孩啊 我这样告诉大家 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呀 这是不是有句话哈 叫做天机不可泄露 每次哈 说实话 你说我们好不好奇 我真的 那说不好奇是假的 对吧 大家肯定都好奇 但是 真的不知道到底男孩女孩 但我感觉他有点像女孩 他想要个公主下 我感觉有点会有可能会让你失望啊 我有点喜欢公主 有可能是个王子 为啥 很 因为 我们都不知道呀 但是你这么好看呀 你要说 也就说从科学角度来说啊 想听呀都想听我聊天呀 全都等等了我好久对不对 因为真的太多话想跟大家聊了哈 啊 然后因为最近嘛 你们也知道我们小吉年 每天也在家里边我得陪他 咱们现在让他静养 要养胎 对吧 这样小安才白白胖胖的 结果啊 我们随时在复朝的过程之中 果然哈 就如大家所期盼的一样 每次都是一路绿灯 嗯 一路绿灯哈 就真的人家都说小安长得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 我告诉你们哈 还是神奇 我说实话 很神奇 人家小吉年看着瘦瘦的 人家医生说哈 他说有些人看着胖 孩子多小 孩子 孩子很小 有些孩子小个一周两周的都有 人家说长得多胖的哈 就把他吃的营养全都吃到自己母亲身上去了 就不给孩子吸收 因为小吉年他就恰恰想把他自己看起来瘦瘦的 说孩子长得还很好 所以有可能他是个男孩子 因为男孩子才会具备这种 怎么说呢 自身自力 我现在在锻炼他知道吧 在我肚子里面我每天就是随便吃 然后他就自己去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然后就去吸收我身体里面吃的好的东西 所以他长得很好知道吧 但是如果他是个女孩子有可能的话 他就会娇气一点 他们说还会吐 胎心呀 胎心有些时候就140 有些时候130 反正这个他肯定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胎心 然后你要说有一种科学的说法 就说啥 就说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是女孩子 今天因为你在孕期都特别的好看 你知道吧我举个例子 就科学说法家人们 因为我们的染色体 就男孩女孩的染色体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如果男孩的染色体 就比如说 他是个男孩肚子里的男孩 他就会分泌雄性激素 然后几年他就不会很好看 他可能运气的话就雄性激素会比较旺 旺盛的话他就不会很好看 然后如果是女孩他就不会分泌雄性激素 因为肚子里怀的是女的 他的染色体就是女孩的那种染色体 他就是全是分泌的雌性激素 因为女人嘛 对吧 怀的是女孩子 他就会更漂亮 就更更英 知道吧 男是阳 你越想女孩子评论区全是男宝宝 一定是男宝 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他们说不是这样的叶总 不一定啊 不是这样的 你看人家都这样说 那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 如果生个男孩的话 那也挺好 那你就要答应我 那我们二胎生个女孩 我怎么能 我怎么能够知道 这个挑不出来的 说实话家儿们 这小子 我也不知道是小子还是闺女 这小朋友在肚子里 他喜欢干嘛 我们随时去打鼻操 因为打鼻操 那个东西肯定不能看 不能够去分辨 但是我看他的知识 他随时都是什么样的知识 他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他要么捂他的脸 他把他的脸都给挡住 要么他就把他脚给夹着 他脚杂夹着那个东西 你再怎么鼻操他都看不了 对吧 那个东西看不了 因为说实话 你那个万一晃着了 咱们一不小心给 人家看到了那个东西 人家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 保护得很好知道吗 保护得很好 不想让你看 所以人家 他比较害羞 就是保护 会保护自己知道吧 男孩女孩都学会保护自己 大家都在拆了 这个自力更生 全都在拆男孩女孩了 家人们 真的 你们看小吉林啊 他现在穿的这个衣服 来你给大家看一下 这衣服更看不出来 他穿了这个衣服 你要都说 你要都说 你这个完全就把你肚子给揍了 所以我下一次我就要穿修身一点的 对 我跟吉林说过几次啊 吉林 你以后不能穿这种衣服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 他叫我穿修身一点的 是为了我的安全 对 说实话 因为大家在外边户外 比如说我们看到孕妇 我们肯定会对他小心翼翼 对吧 做高鞋都会给他这样做 而你看到孕妇 大家都会很小心 离他远远的 小吉林 他穿的这个衣服 他故意把自己肚子给遮着 你走在街上 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孕妇 万一人家小孩那种 跑得很快的撞到你了 怎么办 对吧 你就要把你的这个特征 把你肚子的这个特征 给亮出来 让大家看得到 大家知道 那孕妇 然后都会离得你远远的 然后而且你去坐高铁 都会给你让坐 坐地铁这些 还有小朋友都知道 对啊 你要都说哎呀 千万别去碰着孕妇了 人家孕妇都把孕妇当个宝的 这个这个样子保护起来 当个国宝一样 知道吧 你看你还把肚子给遮起来 不能遮 以后都给我亮出来 好吧 今天他自己挺害羞的 他说我这辈子 他说我也没怀过孕 哎呀我第一次怀孕 他说我害羞得很 他说他不想 他不想被别人看啊知道吗 他还觉得很 这个还挺好喝的 这个椰子 对啊 我给你买了几斤 那个大葡萄 我买了我在网上买的 我给你今天又买了那种大葡萄 那个我吃够了 就葡萄王 这么大一颗的葡萄 我给你今天买了很多 买了五斤 我到时候拿回来等他先吃一下 嗯 我跟你们说 真的我说实话 我前前几天 我去看了宝宝的思维 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他可以直接看到 就说孩子虽然在肚子里 但我们可以通过科技 我们可以看到他长什么样 嗯对吧 你们才怎么着家呢 我的天呀 这孩子长得太像几年了 像你 我告诉你 说实话长得很像几年 就是我不知道他哪里长得像我 他们说嘴瓜 嘴呀 我的嘴好看吗 哈哈 哎 因为什么哈 我专门让科技连跟小孩合了个影哈 因为他把他 你们发现没有 我们前两天发了视频 小朋友小安 他居然都把他 我们拍的时候 他都把脸给捂着了 你们说他多害羞 他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是这样子 他都这样子 他拿了一只手把他的眼睛给捂了 捂了一只眼睛 他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待会可以去仔细看一下 就是我们宝宝的这个思维 加上浓发了视频的 你们说看到像是男孩呀 啊 哇哦 你们你们 难道看得出来呀 嗯 你们看得看得出来 他是男孩女孩呀 直播间的姐姐 我的天 他们说有人看得起 直播间的姐姐逗你的 你别逗我 他们就是逗你玩气你的 知道吗 我万一你们说男孩 那我回去 我待会儿买个 我准备这两天买衣服 这两天买衣服 他全看一些 在网上看一些粉色的 我真的 我帮我孩子买衣服 我帮我前两天 我给我闺女 我给我的闺女买衣服 买的那种小裙子 我说我小闺女 肯定是特别爱美的 我买了很多小裙子 我买了大概十来条小裙子 而且我在买的过程中 你们猜我还买了什么 我们在宠我的宝贝的过程之中 我也没忘了 宠我的大宝贝 对吧 我给她买了一双袜子 来把袜子给她们看一下 天呐 家人们 我都不敢拿出来给你们看 直播间 所有的姐妹们 姐姐和阿姨们都不要走 我那天收到一个快递 我以为就是 买错的 不是我以为 这个快递也 是不是送错了 因为我没有买这些东西 我真的 我一打开 我都懵了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 我说这个确定是我们的快递 叶总说是什么 我说袜子 然后她给我买一些什么袜子 我也是醉了 真的 虽然你是个大男人 但是你的心里面 就是 我感觉 有一句话叫什么 心有蒙虎 心有蒙虎 细修强威 来拿过来看一下 知道吗 有句话叫 哪里才开了 对因为虽然我们小军 我惊呆了 11年她已经当妈了 但咱们也得把她宠成公主 对不对 不是太搞笑了 我觉得这个我怎么穿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着 你买这个 我给那天你看我直接拿那个小刀 直接撕开了 我说这真不是我的快递 我真的没有买过这么幼稚的东西 我说这什么东西 你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但至今 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给我买这个 手袜子是这样的 这怎么穿的 我惊呆了 我真的为 我和朋友一起出去 哪一天我和朋友一起 比如说出去 你穿在腿上 我们去试鞋子 我跟你说 你试一下 她们都笑了 我跟你说 你给我买这个袜子 如果有一天我穿 和我的闺蜜 或者说和谁一起去逛街 他们肯定认为我今天怎么了 你穿一个给大家 你以为我今天怎么了 你以为我今天怎么了 然后上面还有一阵子 我天哪 好不好看 你们觉得好看吗 这是袜子 我的当时我都研究了半年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袜子 你穿一个看一下 看到没有 来 揉一个 你给大家我看一下合不合身 你买来你都没事 今天这冬天了 这种我买的都是那种比较好的 那种绒的 知道吧 但是这个怎么穿鞋 你知道吗 这种穿了过后 你就不会冷 你穿的过后 你该穿鞋 你就穿鞋 你谁怕穿什么鞋都可以 这就当正常袜子穿 你有一颗少女心我觉得 你真的有一颗少女心 他给我买这个 我都懵了 家门 你试一下 你穿上 我还有半纹的袜子 家门 你买的什么 你试一下 你穿一个 我看你能不能穿 我不知道 这个 你买来你都不穿 你真的 他叫我去退 买的买了怎么能退 好看吧 不是 谁要这个小孩穿的 你搞笑 谁又是你穿 好看 好肥 好好看 你给大家看一下 好看 真的 好看 我帮你扶着 别摔了 我这样抬不起来 太吓人了 我给他们这样 我穿完一双 给他们看 你穿一双给他们看 对 你坐月子的时候 直播间肯定有家门在录屏 他坐月子 我马上给你们看 我这个脚都成什么样了 对 你这个虽然你都当妈了 但咱们也要把你宠成小公主 你有一颗少女心 我懵了 我那天收到这个快递 我真的懵了 很时髦的 他们都说很时髦 哇 现在我们直播间马上2万个人了 我的天 这么多人 我穿给他们看 那你把这个给拔了 他说买这种袜子 这个袜子 如果我的好朋友在直播间 以后我穿这种袜子 你们不要笑我 叶总给我买了一堆 你还可以当那个 我也说 你弄了还可以当手套 你穿出去 你在哪里去买的这些 你不当袜子 你还可以当手套 对吧 可以当手套 你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可以 弹性还可以 就是不能当帽子 可以当手套 来 你试一下 穿一双 哇 现在直播间2万个人了 这么多人 我这天全都在看 今天穿袜子 全都在看 坐月子的时候保护生理 来家人们 没点关注 直接点个关注好不好 走上去点个关注 太搞笑了 我要给他们看一下 我的这个 你们就说退不退 我觉得还没必要退 家人们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叶总给我买的袜子 这是叶总给我买的袜子 这么好看 挺好看的 你这个还有图案 对不对 还有耳朵 你穿出去你穿鞋 你是整条街最亮的溜 你是你出去逛街的时候 你肯定是 最好看的 哇 现在咱们直播间2万个人了 全都说想 你们都想买呀 家人们 你们真的想买吗 给你们看一下好搞笑 你小心点哈 你怀着孕了 你们看好看吗 好看吧 挺好看的 他穿了个鞋 就可以直接穿出去 逛街 跟闺蜜在一块 你们闺蜜肯定